池塘的水满了 雨也停了 甜甜的细腻里 到处是米粥 天天我等着你 等着你做米粥 大哥哥好不容易 诶 姜茂 你怎么自己留在这里啊? 唉 怎么了吗? 怎么办 很热心 但是还是考不好 那 我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好了 真的吗? 哪里啊? 去了就知道了 走吧 来 好热 带你带我没啊? 不要去带我这吧 你看 你在那边吗? 哇 好漂亮喔 我就说吧 这就是我要带你来玩的地方喔 哇 这什么地方呀? 这里就是介绍的二航制作过程的地方 哇 看起来好新奇喔 对吧? 你知道牛渣糖的起源是什么吗? 知道耶 那就让我来告诉你吧 第一种的说法是法语音译过来的 在法国又叫做Nougat 意思是烘烤后的坚果与蜂蜜或糖浆制成的糖果 所以直接翻译为牛渣糖 另一种说法是明代在浙江省有一文人叫商洛 一天夜里商洛梦见自己跪在文仓店前 之后醒来吩咐家人取米骨和麦芽糖一起搅货 再加入花生熬成硬糖 最后请人做牛形状的模具 把糖变成有牛形状的花生糖 因此商洛把这种有牛形状的花生糖 取名为牛渣糖 哇 这边有牛渣糖耶 哇 这有包中间的牛渣糖耶 看起来好好吃喔 对啊 这个可是这里的乐销品呢 诶 那我有一个疑问耶 什么疑问呢 不是 当消费者所得之间 然后不影响它的购买量吗 嗯 这是一个好问题 我们有请小精灵来回答我们吧 大家好 我是为大家解惑的小精灵 有关于消费者所得增加会不会影响消费者的购买量呢 答案是不会 因为有问卷调查结果得知 消费者并不会因为所得增加而增加牛渣糖的购买量 所以牛渣糖为中信财 诶 那我还有个疑问耶 什么疑问呢 就是要怎么增加这些牛渣糖的销售量呢 诶 这就是我们经济课上面学到的需求和需求量了 又是经济课 别难过了啦 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让我们再次有请小精灵出来为我们解答吧 嗨 大家好 我又出来为大家解释啦 这次问到 要怎么增加牛渣糖的销售量呢 这就要讲到需求与需求量了 由问卷统计结果可知 消费者会因价格下跌造成顾客的购买量增加 所以可以用促销的方式 让价格降低吸引更多顾客 像是满500元再送一包 或是购买第二包时 可以得到一个较低一包便宜的价格 价格降低 需求量自然也会增加 这样有解劳大理的疑惑了吗 哦 I got it 那我们就去往下去咯 好啊 我们现在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当那些牛渣糖都卖完的时候 消费者会购买什么呢 这就是我们经济学上 所要看好的替代品的问题咯 哈喽 这是我最后一次出现为大家解答啦 大家有没有想过 当牛渣糖卖完的时候要怎么办 这的确就要讲到替代品啦 替代品指的是 某材货的价格下跌 引起另一材货的需求减少 这就表示 上述的两项物品为替代品 那牛渣糖的替代品又是什么呢 是这个 凤梨酥 嗯 诶 他说的没错诶 经由调查 当牛渣糖卖完时 许多顾客就会购买凤梨酥 这就符合我们替代品的原则啦 所以说没错 凤梨酥就是牛渣糖的替代品 哇 今次要看的清代品啊 对啊 一定要不满一盒咯 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回家吧 OK 哇 这个雪要好多哦 对吧 现在一起来吧 好啊 好啊 吃烫的水满了 雨也停了 甜甜的细腻里 到处是米秋 前前我等着你 等着你捉米秋 大哥哥好不好 在梦境捉米秋 好啊